哈喽 大家好 欢迎来到 ks 看安股 今天是9月19号2023年 今天是星期二 今天市场没有什么大的波动 昨天是没有 今天没有 明天半夜2点 早上2点 美联储开会 他们会不会起序 暂时市场医疗他不会起序 会不会起序是一样东西 还有一样东西是美联储讲什么 鲍威尔出来讲什么 他带着银派的这个情绪 还是没有带银派的情绪 银派的情绪就是他可能会讲到很积极 可能还要起序 因为油家起了 通货膨胀又起了 他的工还没有做完 也许10点我们 通货膨胀也许 也许比较难控制 讲到比较银派 还要起序 可能会继续 继续没有动力或者继续跌 如果他讲到我们 我们讲到 这个什么 通货本价 但是我们看来我们 应该是可以控制到 我们现在已经做到很好了 我们现在起到5.5% 我们预料 Market这个长期的 这个通货本价应该是受控制了 这样子讲可能 Market又会再起了 我们要听了 今天Hubsing继续取了 恭喜你了 还有就是今天那个 Mercury Security 今天上市还有有脏一点 量不大了 有脏一点了 可以等下我们进去看看 今天新闻不多了 今天没有人要做出什么 太多的新闻了 因为美联储明天 明天半夜都要开会了 你有什么好的东西 你分享了什么好的东西 看到他 蹦蹦蹦蹦上来 明天美联储一出来讲 讲一些不好听的话 你就蹦蹦蹦 你就多余了 你的消息出来 就多余了 给你们看每个视频 请注意 本人并非专业交易员或顾问 分享个人的交易过程 仅为娱乐目的 本视频中包含的任何意见 报导、研究、分析、价格 或其他信息均为个人观点 并非投资建议 对于应采用视频中的信息 直接或间接导致财产或资产的任何损失 本人将不负担任何责任 外汇、指数、股票、期货、商品、能源、贵金属等交易 具有高风险 请您投资前妥善研究评估 并请根据您的交易需求 寻求专业财务顾问的建议 OK 不要忘记 这个 Zoom Class 星期六 英文是星期六 华语是星期天 两个小时10点半到12点半 记得你要参与了 我的这个自动引力课程先 OK 然后看了首股级视频 学了首股级功夫 然后有Trading View 户口最好了 还有Smart MCDX 跟自动引力讯号 OK 所以这个呢 我们星期六呢 我们就会 就会 什么了 就会 谈这个 我们的Zoom Class 我们就会谈怎么样用这个 币密价值投资策略 就是长期的币密价值投资啊 很多很多很多 很多股 也是币密价值投资找出来的啦 很多很多很多了啊 还有就是 market 强 你要追动力股啊 你要捞赚快 赚赚快钱 几时要套利 几时可以进 几时要逃 几时要止损 几时要套利 OK 就是自动引力策略啊 这个就我们拿来追动力股 币密价值投资是老底的啊 哪来老底 so market 好 我们去追动力股 用自动引力策略 啊 market 不好 我们用有币密价值投资啊 最重要 学了功夫先咯 没有基础 不能啊 啊 要学了基础先啊 OK 趋势线 RSI 图表分析 全部你要学了先啊 学了功夫 才去用这个最高的 最高的两层功夫 然后呢 我还给你保健有smart mcdx 跟自动引力讯号啦 OK 啊 你不confident 你不用自信 你刚刚去功夫 不用紧 OK 我给自动引力啊 这个保健你自动引力讯号 跟这个smart mcdx 可以帮你 看一下 装甲动力啊 然后给你 给你知道 几时 要套利啊 OK 然后然后几时 要止损都可以啦 OK 啊 讲到哪里去了 OK 我们看 国际 马股今天收在1457 掉了0.33 0.0.0.023% 都不到 都不到一点 OK 收在1457 新加坡也掉了一点啊 新加坡蛮 掉蛮多 中国上0.9 0.697% STI 香港上了0.372% KOSPI 韩国 掉了0.602% NICK 日本 掉了0.86% 中国 FDXE上了0.016% 中国 XSE 掉了0.031% 中国 XXE 掉了0.728% XNP澳洲 掉了0.67% 0.467% 呃 台湾 DXEC 掉了0.371% 印度 NIFT 掉了0.292% 所以 亚洲不强啦 亚洲也不是太弱啦 你知道啦 美联储 啊 要开会了啊 大资金是没有什么去炒啦 没有去炒的market 你不会意料 他是强的 你不要因为他 他会很强 OK 明天也许有些收到风 明天可能有点波动 然后星期三 因为有很多人他在 他如果他收到风了 他会在美联储 开会之前 他会 他会买先 买大买小 不知道啦 他会 他会进大进小先 这个是很危险 如果你没有收到很好的风 你进去你就是去买大小啊 OK 最好呢 等他讲了之后 我们看美国 美国的反应是怎样 我们看本地的反应是怎样 亚洲的反应是怎样 早上我们才才看到哪里有机会 不要乱乱来 OK 除非你是 你能收到很厉害的料 很厉害的风 OK 你的cable很强 cable很强 我们看欧洲 FUSI 英国上了0.208% 德国上了0.013% 一点点罢了啦 我们看美国昨天 DaoZen上了0.018% MYSE掉了0.133% S&P上了0.07% NASDAX上了0.014% 都不到 都有惨了 都不到0.1% 哎呦 够力了 OK 我们看中油中油上了1.372% brand油95.14% 蛮强 原油92.75%了 今天我看Bloomberg 他们有访问一下这个Cavellon 那个产油 Cavellon Cavellon 他的CEO好像是 他的CEO 他的老板 讲 brand油啊 他看好brand油可以去到100% 哈哈哈哈 不是很包啦 整个看好啊 如果我没有记错了 看好brand油可以去到100% OK 金1956上了1.0 23.6%了 金上1.0为什么啦 因为股市开始跌 金有机会上了 因为金是 金算是save payment 金是risk off risk off就是 安全投资 Silver 但股市不好他们就 就会去买美金 买金 买日本Yen 就安全的投资 Silver赢23.6%也是高了啦 Silver Silver怎么样 跌不到21.2%了 怎么啦 这一好跌到21.2%了 就没了 OK 我就很开心了 OK 啊 美金对马币 4.692%了 所以美金还是很强啦 分差不多要到4.7%了啦 够力了 OK比特币有点强 我们C767看一下 273.232 还没突破 差不多要突破 以太方是16.1650 过两天 我们再去看 呃 星期六啦 也许啦 星期六啦 他不会有太大波动 如果太大波动 太大波动 我们明天 明天我们看到太大波动 我们明天就去看了 OK我们看这个 板块 可以看马拉股 今天 今天情绪56蛮不错的 其实 上升股 下跌股406 上升股519 上升股有500多是算OK的了 是算OK的了 OK 今天啊 今天量呢 啊 交易量是3.947 个Billion 蛮多 量也不错 啊 今天没有交易的是996 没有变的是453 啊 1457收债 今天 看下盘 早上有推上去一点 啊 午餐之后也有推上去 差不多收市又有卖 然后有做一个 啊 market有做一条小小的这个 什么啦 啊小小的这个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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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装饰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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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 应该有一件小小装饰啊 OK 推一推下去 收市推一推下去 OK 推一推上去 嗯 overall market 没有什么东西看 OK 我们看板块消费 全部是% 消费上了0.06 工业上了0.43 建筑 掉了0.25 科技 上了0.03 金融上了0.1 啊 掉了0.13 房产上了1.58 金融掉了0.3 REIT 掉了0.06 能源上了1.71 然后能源还是很强 啊 医疗掉了0.16 电讯上了0.45 运输掉了0.14 Utility 水电gas上了0.9 OK 我们看看图 看KLCI OK KLCI KLCI 啊 妈妈大孩子 这两天是没有动力的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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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没有突破什么都没有 也没有羊猪 也没有大跌 什么都没有啦 OK 啊 中盘中盘就不是这样好啊 中盘有一个好像妈妈大孩子啊 然后呢 妈妈这个 这根辣猪呢 有突破妈妈的头又跌了出来 这个是不好啦 这是有点掉紧这样子啦 他的孩子啊 不是太好了啊 这个看来他下跌比较 他下跌的动力啊 压力会比较强 小盘 小盘OK的 还是有点 还是有点上吧 我觉得他有点 嗯 怎样讲 因为他这边有点背铃 所以他动力比较小 他至少要突破这个 这个顶 他能突破192 16 295 他突破比较好 他不能突破 我觉得他可能会调回下来的 啊 这波可能会比这波 这波低一点 啊 这一波 这一波可能会比这个低一点 开始做一个下跌下跌的这个啊 啊 波浪 OK 呃 OK 我们看Facebook下 建筑股回来的 要想建筑跟这个 啊 房产草流的啦 你要知道 你现在去追高 你是 也许你是最迟那个了 你要知道了 OK 呃 我的 我的这些 呃 这些什么 呃 呃 呃 建筑股啊 大部分啊 大部分啊 几个月前我已经进了的了 你要知道了 现在我是等套利不了了 潜力楼底股啦 潜力楼底股啦 潜力楼底股SKM SKLIM sorry 潜力楼底股我六月有做过啦 啊 你要看一下这个这个也许还有一点还可以追啦 啊 你看这个 哪里啊 六月 那我的special edition特别版啊 特别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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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 潜力楼底股啦 六月二十九号啦 旅限界不久啦 两个月啦 可以两个月前啦 楼底是长期啦 所以也许你可以看看 新的嘞 我看 我看足够没有啊 足够做一个视频 没有足够可能我会做一个视频啦 最新的这个老底股啦 大部分的还 不 就写在上就啦 AX 赚了 ARMATA 正在上就 BNB 正在上就 CAPITAL A 上了 再调下来一点点 又在上 UFO SPY LINEX 还没有来 EG 已经上了很远了 啊 你自己看啊 OK 还有啊 还有很多 这个视频 这个只写一点点出来 还有很多了 大部分都是上了 80% 啊 如果我们记错 可能90% OK 啊 OK 看新闻 啊 还没有 还有东西 也许你看看那个啊 有些还可以搭到那个车啦 TERRY BOM 呵呵呵 爆炸 今天 呵呵呵 呵呵 SIFU MAMA SIFU 他讲上上上啊 Market 西方啦 John Sniper 他讲很危险啊 是啊 是啊 因为美联储啦 美联储明天 JASPAN 等 不能等美联储啦 也许啦 啊 Andy睡觉 Turn Sniper Turn FOMC 呵呵 Derry 很紧张啦 拜祈祷先 Turn Sniper 他讲 My Inner 我整个人呢 呵呵 OK 他讲到啦 他的怎么 他的这个里面 情绪啦 好像 这样子啦 Dumb plantation good next day turn back 总之我跟你讲了 我看不到情绪 我看不到机会 不讲了不可以 看不到很好的机会 你知道我讲看股 我们看图可以看到机会 危险情绪跟历史 but没有一样 可以给到那个信心 don't sniper might be paused 他讲可能会 美联储会停止 停止止止止止 那个不是问题 问题是暴威尔讲什么 UEMS有点点高了 最高 到新闻 各cc comercutalo mic 2030 recommendation . 伯利有上一点 他量不大 他量今天IPO500多千 好像是不算很大了 因为因为全部都 Billion billion的啦 大的IPO是全部Billion billion Mersack 他的量今天 219个million 不是219千 219个million呢 不是大了啊 因为大的IPO是全部有7到Billion的啦 大的IPO啦 这个不算大了 给我们看一下图再看一下15分钟 还ok啦 他27千对吗 27千冲上去 掉下了一点还能冲上去 他也没有跌 近期的IPO全部早上 他IPO上市 早上的时候冲到很高 整天就是一直都跌 这个还ok这个还有上一点 所以这个你放一个支撑如果你进了你放一个支撑 就是他的 他的IPO价钱 2. 2.27 0.27 如果跌破0.27你要小心 0.27 看他慢慢的上 看他还能不能上了如果你进了 ok啦他没有那个大跌 一下大跌然后又继续就没有动力了 他还ok 他还慢慢爬上去还ok啦算 ok RXP RXP调高了这个Daiyang的这个收入啦 他觉得他很多order啦 啊 那个 所以啊 Petronas 然后他给他一块 给他 多少钱 那你去 等我们看图 图我有谁到 给我们看看图啊 啊 ok 他有给到啊 2.47蛮高了 啊2.47 现在可能他要爬上去吧你要小心了这个 这好像要突破了不这边还有很多人卖在这个 2块钱左右了所以他还没突破2块钱 还有危险你要小心了 如果他跌了下来呢 跌破1.75 你也许你要逃了啦他做双顶了 ok 如果他没有跌破1.75也许他会在这边回调 他在这边调 调调调调 然后再上 啊 如果他没有跌破ok他跌破你要小心他会 他会回来从事这个 这边的阻力 啊这边的支撑1.5 啊 他还在调还是算在调了 啊还是算在调了 这个顶还没真正突破了 啊有点担心了因为这个又有一个尾巴有点担心了这个 不讲不能去啦 啊也从Lion Bank2.47也许没有降快器可能会调下来一次 啊 这个这个暂时 5050啦 啊 因为这个这边有很多这个 他已经 啊 他已经因为他这个头肩已经到了 所以现在是第2波第2波他也没有做到很好的模式给我看 他没有做到很好的 回调的模式 是不是 还是要 有点有点有点啊 什么啦 啊 有点不算清楚了 因为他这边很多尾巴很多麦 看多一两天先 看多一两天看怎么样 我自己是不会追的 暂时 云生 OK 云生要跟这个谁合作啦 用他的这个网络做这个 啊 Selcom Digi 做他的这个 电动车 云生利用Selcom Digi的网络促进电动汽车充电站 电动自行车 太阳能基础设施服务 我说银生没有东西啦 还在横盘 我们看看 CDB CDB Selcom Digi 蛮高了啦 要追现在我觉得 迟了啦 我们以前在这边开始讲啦 OK在这边3块钱现在要追是迟了 有点高了 虽然上面还有目标啦 啊 我觉得说有点迟了 OKOK Santec Santec第四个季度啦 他讲他亏 不亏 他赚少很多啊 上年是第四个季度 114个million 现在是149千罢了啦 这边还没有出来啊 今天 KSC Spinner还没出来啊 这边还没出来啊 暂时看不到 所以 新闻出来吧 他这边还没出来 我们看看他的图 Santec 今天还上1.38 这个4731 4731呢 他能称在3.65 他回来充施 现在也没有大跌 但是OK他没有他没有继续跌下来OK 3.65这边 如果他继续跌下来惨了啊 因为他有3D 顶住他 但是还OK 啊 不要再跌了 不要再跌破这个 3.57 这样子啦 你要小心 过3.55 3.55 这样子你要小心 但是还OK啦 OK OK 要买多一点这个 bpland share 买多13个million 在这个 market那边 OK epiccoin epiccoin拿到34.5个million的工啦 啊 我们看看 epiccoin我不熟啦 第一次看到了 有新闻来看一看也不用紧啦 因为今天不多东西看了 epiccoin epiccoin呢 OK OK他已经跌到很低了 所以他开始反弹 蛮远了啦 要追 可以啦 买通到底 卖通到底 看到有几多巴仙 买通到底 卖通到底 60巴仙 啊 蛮波动啊 这个也许还可以啦 0.2 0.2反弹也许还可以 如果跌破0.2 你要小心 OK我们看动力股 首先还没有 啊记得 还还还没有点赞的 记得跟我炸赞那个like他 点赞一下啦 还有记得跟我 啊 扎扎那个like他啊 还有勒你要开户口记得CGSMB啊 你可以试这个 可以玩马股新加坡 每股香港都可以啊 每股都可以啊 你要买 特斯拉 你要买 啊 啊 NVIDIA 你要买AI股 你要买这个谁 ARM啊都可以啊 CGSMB啊 OK我的朋友是那个remise 你要开户口下面有链接 你按那个 Description 视频下面Description 摸你按CGSMB有个手指指的CGSMB你按 有一个表格你往上填就可以了不用 不用什么的 不用啊 啊 印出来啊你只是 往上填 交上去我的朋友 CGSMB的remise 最扩你跟你上码 排户口 很好谈的 很好service的啊 你要service好你可以讲的 service不好 我不介绍你啊 OK service好 最重要 然后 他的这个 他的这个啊什么啦 这个 啊 啊 Blockage rate也是 蛮低啦 CGSMB啦 给我们看东西股 有 给HubSync哈 HubSync也是 用这个啦 秘密价值投资 找出来的啦 OK 所以我有全部跟你分享啦 如果你有看呢 你不用你不用我特地做一个视频啦 你有看天天我都有讲了啊 OK 哪一个是落底的啊 哪一个是落底的啊 so so HubSync也是啦 所以你你你不用天天听我讲啦 然后你要听我讲啊在练功啦 然后本最 你看HubSync继续取啦 我觉得4.58 5.4 暂时是这两个目标先啦 也许还能搞我们再等看 记得啦 你上了我的课程 OK 你有了避命价值投资 策略 你也不用等我 去找了 你自己会找 哈哈 这个就是 分别有功夫没有功夫 你一定要 你你还没有用这个最最高的两层功夫 自动盈利策略 自动盈利策略就是 当market很强 market很美你要追 你要追动力股 你就用这个自动盈利策略 它可以帮你 套利 OK可以帮你止损 所以你你不会几十套利 不会几十止损 这个可以帮助你 然后呢 避命价值投资 market很烂 哇 全部 什么 发生这个 股灾什么东西啦 这个就是很好的时机去捞一大堆 好股等它涨啦 就是避命价值投资 OK of course你要上课先 看了我15级这个视频先 这个是功夫 练了功夫先啊 练了功夫 采用这个 最高的两层才 你才 我们在sum class的时候 我们就会弹这个 然后 然后呢 给你保健 smart mcd 跟自动运力啊 OK 所以我们看看 啊 OK这个 西方继续上了 啊 因为现在红色动力 刚刚到超过50 还有机会了啊 西方这个红色动力可以 吸到100了啊 OK 再炒了两轮了啊 现在 它突破了啊 三角形调整 突破了啊 看来还要去 OK 这个也是 我的自动运力策略啊 这个 并命价值投资策略找出来 你自己可以找了 你上了课你自己可以找 OK 你可以问我啊 你找到对不对 你可以whatsapp我啊 我也whatsapp OK 你上课了呢 你可以whatsapp我啊 你可以whatsapp我 问我 OK OK 你的分析啦 不是哪一个股 不要whatsapp我 哪一个股可以买 哪一个股不可以买 我没有给 给建议啦 你知道我可以跟你讲图 我就看图罢了啊 你给我图 你画了你的图 你给我看对不对 OK 我跟你讲 你的图OK不OK 不要whatsapp我这个股 可以不可以买那个 你要问你的broker 问你的remiser 问你的这个 啊 问你的这个 顾问啊 OK 你给我图看 我跟你讲那个图OK不OK 记得啦 OK 你自己去找 不用我 不用我 我会帮你 你看了你要你要深入一点 知道啊 你这个分析OK不可以 你可以找 啊 啊 你有了功夫 你可以自己找啊 你不用天天 等我的视频 我的视频你可以练拱 你看我怎么样画啊 怎么样画怎么样去找 啊你可以天天练拱啊 所以我不是讲了一次 啊讲了一次上了课 啊 回到家自己在那边抓头啊 听了听了今天一天课 20%东西都进不到你的脑里面 啊 啊 你天天都可以看我视频我天天在里面 做的东西天天我在这边分享啊 课程 不过课程有那 两个最高的 然后 还有那个 保健了 哈哈哈 这边 跟你讲 90% 89% 已经在 视频里面 讲到完的了 啊 你有这89% 你已经很好了 我跟你讲 啊 已经很好了 最好 你上了课 你懂得更多了啊 你可以懂得A到Z OK 还有那个课程千多块 千多块是 超级便宜的 其他课程我觉得是全部几千块的 啊 还有买软件也是很多钱很多钱的哦 我不是讲人家不好啊 人家有人家的功夫 你自己去 你自己去决定啊 我不是讲人家不好我的最好啊 我没有讲我的最好了 好不好你自己看啊 每天做视频啊 你你自己评论 啊 好 不好你自己 不好的不用紧 你觉得我功夫不好不用紧啊 你觉得好 你可以继续看 或者你要学到最高境界 你可以上课 上课 OK 啊 讲到哪里了啊 讲讲上又讲到 昨天讲到BMW去 看那个新管的漏口水 ITmax 玩车真的是太浪非常 尤其是玩这些 名 名牌车啊 浪费钱的 你要拿名牌车可以 你要公司用公司去买 不是你自己出钱去买 自己出钱去买 你是 啊 不可以了 你是老板你公司出给你 OK 你是高职业 公司出给你OK 可以玩 你自己出钱去玩 除非你这个超级超级 有钱啊 不是你可以 在车里面会亏你 很多钱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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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讲到哪里去了 啊我也不要讲这样多了 BMW 啊BMW 啊你讲不要叫人家不要买车 我跟你讲你驾BMW呢 你整 一时人驾 驾一次都好了 你会上瘾了 哈哈哈 你不驾还好了 你驾了你会上瘾了 啊 真的很好驾了 尤其是你驾快了 越快越 BMW呢 都不能 Mercedes 你做到你很舒服 你慢慢驾了 以前的 Mercedes 现在不知道了 新的没有驾过 你是慢慢驾 很舒服 你躺在那边啊 你开营业 你好像 你好像在sofa那边 哇 舒服 BMW 是不可以的 你上车你要踩的 你不踩他 你不爽的 你脚很痒了 你脚很痒了 啊BMW 你不踩他 你不踩他 你不燒过那啊 你不飞160啊 BMW是没有 没有 Moyana 驾到你知道吗 啊 你改次你买了 你驾了就知道了 最好不要自己买了公司 啊你有公司公司买 比较好 我的建议是这样 IDMAX起了啦 那天我讲了 他有机会来 这个1.59 啊1.7 也许更高都可以啦 把这个追追咖啡钱啊 ok这个不要不要太过晒浪了 因为这个 这个他的 他的这个 图蛮短 看不到长远 看不到历史 看不到情绪 啊 GCB GCB 通常 有钱人啊 你看啊 有钱人他们的 BMW啦 很多啦 大部分都是公司出的 可以走一点啊 可以报 可以报少一点税啊 可以减一点税啊 然后又有名车 名车架然后你又不用公道 阿嬷都不赢到 如果可以的话啦 GCB 因为钱是很难赚的 虽然我讲哦 我一切啊 Tsai 赚了几百巴仙啊 很好 我很好 扎一下子 所以赚很多 那个几百巴仙 两百多巴仙 我也等了2年3年 Wo 不是 不想 关上眼睛啊 不想半张眼睛就来咯 也有做功课 of course 你随了功夫 你什么 你随了功夫 你有什么 啊 啊 啊 你随了功夫 你会了怎么样玩 你每天只花一点时间收起来 收一些好的 啊好股 有动力我们去追一下啦 捞下 bonus 最终要收到一大堆好股 等它慢慢的涨了 慢慢的涨了 那时候你要车什么都可以啦 of course 到时最好都是你要车 你赚很多钱 你开一间公司 那个公司跟你供那个车 好过你自己去供啦 如果你赚的超级多钱是没有问题的吧 你要知道车啊 尤其名车啊 你要知道你买的时候多少钱 你卖的时候多少钱 你自己啊 你嫁了5年 你嫁了10年 你卖的时候多少钱 你要考虑清楚啦 那比钱你亏得起没有啦 ok 可以讲到哪里去了 GCB 讲到BMW 有人问我是BMW是fancy 以前是啊 现在你会投资了呢 你不会乱乱去买这些车了 啊 加过就好了啊 飞过就好了 哈哈哈哈哈哈 ok 啊 而GCB还没有突破 我要整它做更高的高 2.44它突破2.44也许还可以有这些 几回蛋时它还没 还不够动力要反弹 还没有做到双底那些 啊 rapi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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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本没有架过叻 架下是爽啦 bmw 啊 哇 这个很夸张啦 变息也是啊 我不要讲谁变息啦 啊 一直讲BMW啦 变息嘛 我变息也是好了啊 ok 我这个这样子一下大一下 limit out 一下limit out 这个不要玩了啊 rapid 那些转家去超重了 大量超重了啊 啊 你知道变息啊 变息跟bmw啊 是 是两个gang的啊 它们不硬的啊 bmw 赞bmw 好变息 赞bmw的 他们不可以讲哦 bmw 喜欢变息变息 通常是这样啊 据我所知啦 他们是group的啦 变息的group bmw bmw 的group 他们是不能不硬的 哈哈哈哈 以前是这样啊 现在不知道啦 哈哈哈哈 因为 我也不知道啦 我我曾经有几个 我做工的时候有几个大老板啊 ok 一个有一个dato啊 几个有dato啦 啊 我跟他们玩色啦 啊 我 我的大老板呢 那个 喜欢编辑那个呢 你跟他讲bmw呢 他跟你烦点啦 哈哈哈哈 那个dato啦 还有一个呢 他不是dato本 他也是超级有钱啊 他是bmw kaki 他的家全部bmw来的 啊 你跟他变息叻 他跟你烦点啦 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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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的 哈哈 不知道你们有没有这样的情 也没有试过这样的啊 情绪啦 也没有试过这样的东西啦 真的 哈哈哈哈哈哈 你在他面前 你讲bmw好了跟你烦点啦 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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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个bmw那个年你跟他讲bmw好了跟你烦点啦 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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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呀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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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呀 老板 呃 pj bumi 所以你看到你的大老板驾什么车 你要去跟他擦海的时候你会讲啦 不要讲哦我的朋友的bmw 我没过你的bmc 哇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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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老板就给你啊 啊 bonus啊 你慢慢等啊 ok bmw有一个有一个diamond啊 钻石这个我有点有点啊 保留了啊 他他突破1.04再讲了啊 他多强都好啦 他有一个钻石啊 多要问 哎多要问突破看到 他每次突破很多尾巴的 这个不要做谋 他上的时候很多尾巴很很恐怖的 哦把他还速上哦 这个可能晚一点点可以啦 不能玩大了啊 ok这个嘞 看来是有机会的啊 做更高的高 更高的低 更高的高 有机会啊 这个最好不要跌破这边 哦 1.22 好 上次啊我驾那个5 series 啊 如果没有记错是3000cc啦 你你一跑大路highway啦 除了 除了跑车啦 除了sport car啦 那些啦 你叫Supra啦 法拉利啦 Porsche那些啦 so 其他的车是没有什么 没有多少辆车可以追过我 可以追过 可以快过我啦 哈哈哈哈 有啦啊 of course那些 啊啊 除了BMW 更大辆的BMW啦 真的很少车可以 可以可以追过我啦 在在大陆啦 highway 我现在不同了啊 我看来那些 Turbo跑车全部可以了 他们超级快的 ok Turbo crimes 他撑在1.39上面ok 如果在 如果1.22上面哩 他撑的稳哩 如果跌回下来 你要看1.22 他没有跌破1.22 ok 他跌破1.22 就不能了 然后这个是最高 你要手心 啊IOI PG IOI PG 今天3.16 啊 又是超高了啦 他的量啊3.9M 去到7.2M 这个你看啊 如果他大量他突破1.64 也许他还能去 他很多目标都到了啦 ok 这个有点 你这些趋势超级追高了 你看阿列萨也有点背离耶 没有做太高 啊也许可以充多一波 我是不会追的啊 NARIM 5.8M 呃哇这个 这个也是不敢太波动了啊 他一跌一跌的太快 然后这也太高哦 他这边突破追进去 ok 他也没有给你机会追 一突破就飞了 这些是超级差异 超级厉害 这个我是不敢动了 ok so ok 今天讲到先 我们明天看美联储讲什么啊 明天再谈 ok 拜拜